请锁定非凡地址台 科技软实力 各位电影机关的大家早 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 我是何怀真 在昨天的大盘呈现是相当的亮眼 那如果你一直看一些找理由 一直说大盘因为又有什么理由 因为昨天大盘的确没有马上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点 但是毕竟大盘你也知道 它的万鼎站上来的时间点是历史上 我们的台股里面是史上最长的一次 那代表什么 这已经就变成是个常态了 所以这地方来讲 当然很多人说万鼎的行业怎么这个样 的确如果你早期在1990年那时候的万鼎 大家开香槟 吃香的喝辣 都好像怕死人 每天都是很 就是那景气是看得到那个热 但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万鼎跟八经典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嘛 根本也是连记记 所以一般投资人 这什么是万鼎的行业 的确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 看不明 看不透 所以常常失掉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常常跟你讲说 如果你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台湾 台湾为什么不行到万跌 为什么台湾的股票不能涨了 为什么你会嫌台湾的股票太高了 在对国外那些 从外资的角度来讲 包括国际观点来讲 从国外看回台湾来 台湾根本便宜了 那时候怕死人 那个股票便宜到真的 你都什么 都要全部把它全收了 不然大力观察认为都还很便宜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台湾常常的钱 就像张忠募讲的 都被什么 都被外国人赚走了 是相当的可惜 那当然是我们的 我们中国人保守是我们的天性 这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也都省吃俭用 但是你人生逮到一次机会的时候 你不跟他拼了一次 那你是枉费来此生 来到这个人世界里面 股市走一招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难得让你碰到一次 这一次的行情是超越1990年 因为它史上最长的 最站在万点这个地方 是根本就没有过 那代表这个是金的 这是真的 那投资朋友就说 你一定 因为我们人生碰到这种难得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碰得到的 真的坦白讲 你多少人等了一辈子都碰不到 你碰到了 你遇到了 你必须好好给他赚了一大把的钱的话 你怎么可以对得起自己呢 真的讲实在话 每天都说 哇 我会怕 我会怕 我常常讲 你就是越胖 你更要把动作做出来 哪一个不怕 坦白讲 真正不怕就只有外资法人 所以 这一辈子要跌就买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人 一般来讲 用台湾的角度去看 都觉得台湾股市太高了 没有这个价值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这种为什么 该赚你不赚 等到真的已经 真的已经 已经风光不赚 偏偏什么 要拉回找买点 这种投资的理由 然后我告诉你 不要做股票 你赶快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最早不会赔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理由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 这是难得你碰到一次 这是你人生难得的 碰到的一次大行情 请你好好把握大赚 这是我给我们会 再次的抗讯 昨天早上 然后第一通告 跟大家讲的 你一定 也把它送给大家 这句话送给大家 你一定要去做动作 不管你看我电视过程 里面看几年都一样 你不把动作做出来 就是你的损失 包括这行情 多算是短中长线的配置 因为它长得没完没了 这是最长的一个万点行情 所以难得人生难得有遇到 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鼓励大家是真的 你要好好把握大赚钱 不是太一天票 要把握大赚钱 因为不是每个人一生里面碰得到的 所以有些人连那个中了 就是人生一辈子都碰不到的 你我碰到我们要干脆有幸 非常地幸运地碰到这种大行情 那这种大行情说实来就是什么 就是把动作做出来啊 不要追高杀低 你要恨不得大牌是什么 要不股票有跌 不然该买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动作做出来 因为昨天就有很多 老师TPA怎么这样 它本来就应该这样 动作做出来 你要不要做动作 如果你不做动作 说实在的 我今天如果这个口信 说TPA是我们全体会员的股票 这不能骗人的 我没跟你讲 我一二四加码 我有啊 你敢不敢加码 你说我不要老师 我已经卖105块 多少那么 知道那个 我跟你讲法人成本券 单单这个 之前我在 它没有跌破103块之前 我特别画一个信 这是法人的成本券 结果不小心 不小心有人刻意怎么 刻意在打压嘛 毕竟我们是公开节目的媒体 那有时候我们也 以后小心一点这种话 以后不要讲太准 就会故意打压到 89 87块多左右 87.7 还记得那一波吗 多少人就是因为 买在105块 103块 好 搞 说实在 几乎把我骂死了 真的讲实在话 老师 你不这样一直跌呢 那现在怎么办 对不对 甚至我也跟你讲 这个事情当然也是 也是让投资朋友担心 还没有 但是有没有回来 最少 所以说很多人 最后的话 都把它都解套 都已经卖光了 但是我要跟你谈的是 我们现在之前的东西 不要再太啰嗦 跟大家再报告 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 我天天跟你讲的TVK 是从近来4 5月开始 尤其跟你讲7月份 你要准备大转 那不管怎么样 所以说很多人都卖掉了 都赚钱卖 但是你敢不敢买回来 我跟你讲 在那天8月21号的时候 大盘也是震荡 我说最低点 那天有创新高拉回 我说卖不卖到高点 其次 但你120块可以再强短 为什么强短 因为的确这个股票回不去 它124块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它 实际上我之前有跟你讲过 实际上投资朋友你都知道我自己讲 我说116买就对了 你就想说哇是你说123 我等到卖123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这个地方是此坡的低点 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跟你讲说 股市这种东西钱是赚不稳的 不怕你赚就怕你不敢赚 你有本事天天都可以赚钱 我现在不是带你做一些投机的东西 我是告诉你 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以补你 可以让你跟得上 让你心里不要恐惧 都多赚一点钱嘛 人是英雄 钱是胆嘛 你多赚一点就可以 你把交给我就对了嘛 你124块 你乖乖的去抢个短嘛 好 昨天看它大气的时候 来 136 最高的呢 136.5 开盘就 开盘9点半之前 你可以轻松的把136 在这边 12块钱也不错 我124买进的时候 实际上都还有跌破 我卖掉136的时候 它都还来到136.5 我现在跟你谈 这就是你的钱 因为你没有办法从底部买上 如果能赚 我尽量帮你赚 我跟你讲 在8123号 这个钱 你就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人生过来 如果你严格问我说 136块这个地方会不会过 我肯定告诉你 未来会过 我不是跟你预设行情 真的 这个大盘就长得没完 怎么可能都不过 但是如果你能多赚一点 为什么不赚 因为这是你的钱 我说人生难得遇到这种行情 就把动作做出来 我要跟你谈的就是把动作做出来 不是你看我电视上讲什么 我不是怕你赚 我真的不是怕你赚 我说 跟你电视 你说老师那你电视上 我电视上 昨天做动作是昨天早上的时候 对不对 早上的时候 早上一三六麦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有人在来 你是我的会员 彼此要跟着口令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去做出来 你的十张就十二万了 补一下 稍微补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再买到九十九块一百块 但是目前来讲 它的价差很大 你能赚尽量赚 这种钱你不赚 你不是这么傻蛋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带你怎么样赚法人的钱 对不对 你买不买到一百块更不重要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 是不是就很 生活过得好一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昨天早上 发完第一通大盘的口讯 之后 我接的第二通口讯 告诉我们全体的会员 一百三十六块 你有在之前 张述多了强短在一百二十四块 通通把这个地方 可以获利了结一趟 那你这样子收回来的钱 不是 不是吗 再继续加码 那你说老师那怎么办 现在一三六你卖掉 我卖掉要怎样 又不会跌 又不会大跌 你怕什么 又不会大跌 又不可能回到那个 他要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也不可能的事 更不要谈这个九十二九十三 告诉你 要来到 连来到那个三位数字 一百块左右 都不可能的 我说才是短线获利点 对不对 那时候 多少 要红片野 走死人的TPK 好像是什么大空头走势 结果怎么样 我就说你不要急 最常你这么喜欢赔钱 你等到三位数字再卖 不要每次卖在那个九十块 九十二十三 停损 一定要多可惜 对不对 单单这个帮你救回来 十块钱 到昨天 你说你在跟不上 为什么你跟 因为强势股 你都卖光光嘛 主流股你要卖光光的时候 我会带你做动作 你做出来的话 能真 说实在 能多赚也好 你尽量赚 因为毕竟嘛 这就是一个大家的钱嘛 你能再多赚一点 不是很棒吗 那当然接着来讲 你说老师TPK 还可不可以再买 当然可以再买 今天会不会再有低点 低点我都不敢跟你讲 当然这个爆量之后 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只要有低 你一定不要去吓自己 好不好 我来拜托姐 好不好 如果真的不小心 我卖掉136 你没卖掉 你不要昨天 今天早上的时候 动作肉购 咄咄咄咄咄咄 126 126点 我会把它卖掉 你告诉我 你要买什么位置回来 你说老师对 他要跌到哪里去 我觉得他跌到哪里去的 机会不太大 我要跟你讲 这种股票 你要善加去做一个规划 股票是管理学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或许你听不下去 我还是该提醒大家 为什么我会赚得到钱 是因为我是从国外的 国际的角度去看待台湾 包括我一直认为股票 不是涨起来跟跌的问题 股票是你怎么去管理它的问题 我希望你听得懂 股票看跌 你不敢买 你上涨怎么会有钱赚 你股票看它涨的时候 你就很想买进 受不了 一定要去赶快去买进它 那你这样怎么赚得到大钱 你一定要懂得它的规律性在哪里 这边我是要跟大家提前 那当然这张股票 我是一路给你带上来的 这样带上 如果严格来讲 你说老师 那这张股票长线 长线真是这么没完没了 大盘都没完没了怎么可能 我就跟你讲 上涨这个地方最少 那时候都至少三个月 请问一下 从六月份到现在第几个月 七月 八月 那你要短线的高点 我说三个月 对不对 六月 七月 八月 八月当然是涨得还不错 那实际上这一波行情来讲 它是涨什么 它是涨到最少 至少这一波来讲 你在哪里啊 我不是跟你讲说 如果光学股 你要感谢郁金光的大涨 创破断新高 我没有郁金光啊 我没有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 它涨越多越有比价下印了 那我没跟你讲过吗 你有你赚钱的权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逐郁金光呢 你说他因为他涨停板 他大涨 他创破断新高 你跟这些人做股票 你会赚得到钱 你从那个地方告诉你 你说台湾股市有多少股票 那个在低档的股票 你赶快去什么 赶快去买进就对 一档就是华金科嘛 结果说 老师华金科我赚得挺 我现在买买了 而且你卖掉 你告诉他买什么位置回来 所以一个郁金光 涨到四五百块 包括GIS涨到三百多块 你没有都没有关系啊 人人都有赚钱的权利啊 你但那一档华金科 不会胜过你手上的GIS 跟郁金光 所以说 我有投资朋友觉得你很可爱 你要看你要赚什么钱 然后你要赚大钱 你就来 你知道一定要买在什么 相对一个 比较像一个低档区 因为股票一定一档 大一档的嘛 对不对 那不可能他全面性的喷出之后 你一定要找一些 懂得法人 后来他会大买特买的股票 那其中一档不是华金科 如果今天华金科 我今天才跟你讲 那我真的太瞎了 所以接着来讲 你要跟着对的做对的 这个地方你不要去预设行情 因为到现在你还是很害怕 你就是说 哇 好惊啊 好惊啊 你越害怕 行情越长得没完没了 这让华金科又眼睁睁的 又主舌的鸭子又飞了 又飞了 这种股票也是闷死你很久 对不对 那华金科看起来不错 可是他牛皮 他牛皮又怎么样 再给你闷死个半年好不好 他带给你这一支掌铁板 你就直的 你现在昨天是一价到底 大盘哪有一价到底 那盘连创破断新高都没有 只涨了十几点 这个地方你要在全收这个地方怎么来 怎么可能 所以这种股票是剩下一个什么 价差的一个能量 那怎么跟得上 就是有机会我带你做买进 有些地方可以短线做个获利点 如同像TPK136块能短线做个获利点的话 我一定会带你做 做尽量赚 能赚尽量帮你赚 这样简单 因为现在这种股票要在低档 这么可能是下辈子吧 4月17号的华金科 我没有跟你讲 弯腰大跌大买 我也套牢啊 还最低22.8 那时候我在 我跟你讲说 都已经跌破这24.4 我都转折向上买就对 说老师我买了就套 套牢又怎么样 他没有还你的功能 你现在在买24.45 这种是小转折 这大方向转折 他又为什么要假 因为法人对 为什么技术线行 常常不会被骗 因为我们要有个国 要知道筹码的流向 包括他有时候会假跌破 这种东西的跌破有带量吗 我教你一些东西啦 我要胜过你会学那些 那些有的没有 听说哇 那技术线花一百万学 那是要干什么啦 那能吃饭啦 那浪费钱 你把那个钱拿来给我 拿来布施我们凤凰团队 我都还跟你感恩说个谢谢 不要在那边浪费钱 黑白饿 那种东西 能看吗 真的 所以我讨厌那种什么 尤其在大多个行 最不喜欢那些什么 那武功密集很高的人 我们就很简单叫你全收了 这样简单一句话 全收我们让你呢 那为什么全收 虽然四月份没有马上涨上来 但是我跟你画了每一个点位 哪个地方让你失望的 你是要一定赚 所以你说我要 我要还跟你报什么股票 你说老师 我现在对你有兴趣 对啊 我就是要邀请你 如果你愿意 就是这样你不要去管 永远都要什么 记住我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恐惧 那你就不要看股市 请你关起来 只交给我团队 如果你还蛮欣赏我 因为我什么被谁影响 你如果很容易受影响 那你就不要看他们的节目 包括你什么东西都关起来 财经节目也不要看 你因为当着什么 当一个生活白痴 你去游山玩水嘛 出去玩就好不好 你这种东西看不懂的嘛 你看不懂就不要看 看了什么伤神嘛 越看越生气嘛 常常不小心 就因为看了 看了很仔细 所以不小心 因为怕掉嘛 所以把它卖掉了 因为为什么 看起来盘斥不好 先卖掉一趟 买不回来 结果不小心 我们8月14号 会员座见证 那天大跌嘛 你还记得吗 韩国要攻打关岛 应该往美 北韩嘛 就要攻打关岛 结果8月15号 什么市都没有 什么鸟市都没有 结果 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才有回来 27到27.6 就买进 而且当天还什么 我还记得很记得 他打到跌厅吧 我在电视台特别跟你讲 不要怕 那个地方是一个大转折点 这个东西都已经 都已经不用再拿 最重要 我当初怎么看这个 我说这是大量区 为什么我跟你讲 24.65 那个地方下跌 你要全收了 我不是 我后面所花的时间 那不是三年两年 电视台跟你谈的 说实在来 我们是很用心的 去规划一档股 它是花了将近 最少半年以上的时间 从4月份告诉 它臂涨股 到7月份来告诉你 它是第三季的黑马股 到现在昨天一家到底了 大盘 大盘 但你有这一档 滑金科 你会羡慕郁金光 所以我跟你什么时间来 我都会给你一个 你有赚钱的权利 请你相信我 因为这个钱 你不赚太可惜了 你知道吗 这是男生 人生里难得遇到一次 我们史上第一次 这么长的万点行情 你不好好多赚大把的钱 你要等什么时候 还不然一直惊一惊 等到你不怕的时候 行情来到哪里 我都不敢预期 我是不敢预期 这个大盘 我到哪里去 我想你跟上动作就好 我跟你讲真的 你当在滑金科 好不好赚 随便买 所以当在这个地方 你24块 最少盘的时间 有一个月至两个月 到6月份都还看得到 甚至到8月14号 都还有26.5 跌厅板 一个股票代表什么 我要跟你谈 一个股票大涨之前 必会大洗盘 你要记下来 所以你千万不要怕跌 希望我跟上动作 那你这种要有本事的人去看 老师你给我改名买跌就 买跌就什么 就涨不上去 那你要问我一下 什么地方是一个 真的有一个未来性的东西 你要知道什么是主流 这个地方真的说 不是三云两云 可以跟你谈的 然后你最早跟的运气 比较好的 这要搭一个什么 转运班 就是转动一下你的运气 好不好 那今天滑金科 也就不用再讲了 我不是上次有跟你讲 滑金科怎么样 滑金科从这个地方开始 才是十年大转变的时代 我早就跟你写好在这边了 所以一样 不要问我怎么样 去看待滑金科 老师 滑金科是要探多少 我想问你要赚多少钱 好不好 我还要再买 有机会再买给你 你要追高杀利 老师你说你还要再买 所以我就买在哪 你不要讲这个理 你要把我的抗讯带到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 好不好 这样是最重要 那当然今天如果 滑金科没有办法买到我想要买的地方 因为昨天一架到底这种股票很强 但是这种股票的确我有预期它怎么样的规划 如果你想知道这也是我们全体会员的股票 欢迎你跟上我们最后的一个最高的成本区 会员都知道 就是30块附近 通通赚钱 通通赚钱 这个是我们 我们上次 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上次在这边 8月1号的时候 26.5 还有再让开 我也是跟你讲过 最重要的 我现在跟你坦白 我们会员的时候 我们最高成本区 这会员的全体会员的东西 不能开玩笑 会员最高成本就30 代表什么 这个我还续放 一定要续放 我们最高成本 你看得半 我最高成本在30.6 你看得半 我已经保运标准 哪里都给你了 那如果你跟不上的话 有一档股票不错 也是我以前的代表作 这档股票 尽量难得碰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今天如果有机会 我带你做买进 这档股票就是 今天我们准备要带你进哪一档股票 当然请你先把手续办 这边好不好 如果能想要赚钱 再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他们在加什么 1919食品检举转一 标识都不清楚 1919食品相关咨询转二 食品有问题 还不给退费 1919消费问题转三 食品企业法律 不知道怎么咨询 1919中小企业咨询转四 这些是进口的 还是台湾的 有安全吗 1919生鲜农产咨询转五 全国食安专线1919 一同就够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如果我们对食安放心 对于我们的食安住行 也很焦虑的话 希望您来加入我们 消机会自有 让他们来捍卫 我们的食安住行的权利 走 跟宝宝一起探索世界 悬映市站No.1 乃成长配方 送折叠三轮车 Yuki G. Lucy 爸爸 他们都是高费的好轻松 所以想跟他们一样 跟着小朋友 背起幅度来设计的 中央分散 背起来都很轻松啊 我多希望你轻松一点 孩子只需要一个好书包 全程Back to you 百达友都买得到哦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中药腌制养生食材 开店秉持健康出衷 台湾一台展现实力 创新研发产销一条龙 王文驱崇专专业实证 深耕台湾一甲子 专业结合科技智能 医疗专用空间设计 解锁定本周六晚间7点半 台湾真行 才是十年大转变的时代 我早就跟你写好在这边了 所以一样 不要问我怎么样去看待华金科 老师 华金科是要探多少 我想问你要赚多少钱 好不好 我还要再买 有机会再买给你 你要追高杀利 老师你说你还要再买 所以我就买在哪里 不要讲这个理 你要把我的抗讯带到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 好不好 这样是最重要 那当然今天如果华金科 没有办法买到我想要买的地方 因为昨天一架到底 这种股票很强 但是这种股票的确 我有预期它怎么样的规划 如果你想知道 这也是我们全体会员的股票 欢迎你跟上 我们最后的一个最高的成本区 会员都知道 就是30块户计 通通赚钱的 通通赚钱的 每周六晚间10点 锁定新闻talk show 我们关注金融卖动 聚焦国际财经趋势 全球经济诡计多变 我们带您洞察先机 在各种社区媒体资讯 泛滥的时代 到底哪里有真正客观 专业 没有立场的财经新闻 我们每天为你整理数字 提出事实 财经八连党 财经趋势的全方位旅行 大家好 我是更明觉 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 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那当然简单一点 很多人在问我说 老师那九月份的黑马股是什么 我就跟你讲说 罗森就启动了一档 这种股票就很可惜 没什么低档了 坦白讲 我上次已经送过给你一个 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这种股票 真的说实在的 很可惜的 真的这样跟你讲说 这种股票自动化设备的 罗森这种股票 被警示还是什么 还不是继续涨 那最重要是有一档股票 跟着来了 这档股票就是所谓的自胜 这档股票又怎么样 这档股票我上次又跟你讲过 昨天跌了 你不要再乱卖 我先跟你讲 这档股票我在之前 我买进了位置 今天我买进了位置 我正想说它是九月份的黑马股之一 领生卡会大概23到22块 补你 罗森所没赚到钱 股价果然在我们接完之后 也稍微小涨了一小波 来到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来点的时候 还记得我是想说 股票一飞冲天 那时候有很多人就问我 老师可不可以追 我说这个地方是在短线 就不用太追了 这个地方就26.2 是你短线上一个获利点 所以昨天你看到 他果然就在停在这26.2 我现在不是跟你去吹嘘 说好像我卖量哪里多重要 那个这档股票 简单一点 罗森怎么涨 自胜将来也不会太漏气的 但是为什么要做短线 因为你不是从底部买上来的 这档股票如果严格来讲 我们是买在18到19块 你说你抱得住吗 我说我哪有可能 所以我在电视上看你演讲会 就讲这档股票 一直都什么都没动 的确我会带你买回 这又是股市上很 很没有办法跟你谈 因为他本身一定要洗到 一档股票筹码相当的安定之后 他才会什么 才会大涨 如果严格来讲 这两档股票罗森跟自胜 基本上是难兄难弟 他们两个以前都是什么 都是股价是博 都是很低价的股票 一档都已经来30块了 一档都跟着涨上来 但是档上的股票 为什么进来 我反而这个地方 要警告你26.2先不要做追告 因为他本身没正式要喷出 所以他会走一个回马枪 所以这种股票你低接就对了 你看他量都缩了嘛 开始在缩了嘛 所以股票就是一面盘一面洗嘛 如果你真的看得懂里面的一些 一些很多一些氛围的话 哇就觉得人生很有趣 这妙真的是妙之类 代表说你跟着他的 你真的了解他的话 甚至说你有多少钱可以赚 这是你一个大事业 好你要赚大钱 你都不用去投资什么 你把你的钱好好的规划在这股市里面 我跟你讲这两三年 你会赚到笑咪咪 我跟你讲真的 那这些股票未来有机会 如果你要做动作 请你把我抠讯带到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一个口令 你要做动作再来找我 那当然今天这些股票坦白讲 昨天我们的超级就这样子 那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现在动作是非常的 罢盘的非常的什么 波幅非常的大 你一定要跟着我把动作做出来 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你把电话拨通就对 有助大超级帅 明天见